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路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南昭玉 百千萬劫南昭玉 我今見聞得受詞 願寫如來真實意 各位介紹家密波波 我們看一下課本二十一頁 上次講到這裡 有海無邊際世間多憂苦 流轉起環夢 流出是第一步 這個有海就是生命之流 從過去到現在 從現在到未來 一世又一世 在這世間推移的過程中 名為世間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 一般講世間無常 世間是苦 這也跟剛剛講過 不過我們現在三種世間 無印世間 無印就是我們的身心 身心世間 就是我們的身心世間 有情世間 這個是眾生 有情眾生 又到 這是我們這個世間 國土世間 三條大地 這三種世間 好 那吃今是苦 現在講的就是這個是三個 這個是義報 這個是正報 好 那麼充滿他說 在眾生在這個世間 苦多樂少 那一般我們說的世跟天 就是世跟界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空間 過去 現在 未來 這個是世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從這個鬼道到人道 從人道到天道 就這樣轉 這個是 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 從這個國土到那個國土 從這個世界到那個世界 好 那麼這個叫輪迴 那輪迴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那麼這個有情眾生在這個國土世間 那麼苦多樂少 一般來講分三三道跟三二道 或是四二道跟兩三道 那麼天上熱少 熱多苦少 人間苦樂參半 那鬼道跟畜生道是苦多樂少 那第一只有受苦 沒有熱 那麼天上的這個無色熱天 也沒有什麼苦 只有行苦而已 就在定裡面它也沒有苦 我會受這個定熱 所以六道裡面情況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從純就人道來說 人道基本上是苦樂參半 但是苦多一點點 大概這樣 那我想一想文這一生就好了 那麼大概也是這樣 苦多樂少 那麼即使有樂盡苦還是來 就是愛別禮 那麼一般我們講苦 一般我們說苦 苦基本上有所謂的苦苦壞苦行苦 但是一般我們說的苦 主要是五韻赤盛苦 因為五韻身心不大的變化 像火一樣的燒 這個五韻赤盛苦底下 就有生老病死 然後院政會 院政會 院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基本上有這一些 那這個合起來 這個合起來叫做八苦 那他說 這個 乎兒身天上 就像海中 他說充滿憂苦 憂苦 所以佛說這個是憂悲苦惱 憂悲惱 憂悲惱苦 純大苦去 我是說憂悲苦惱 那麼充滿憂苦的眾生世間 如海中的眩流一樣 轉來轉去 我們這個叫做輪迴 輪迴就是這樣 一下子升天上 你的過去生 有些人記得 有些人不記得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就是剛出生的時候記得 然後漸漸長大就不記得 就是不能說大部分的人 小部分的人 那麼更小部分的人 那麼還記得 那大部分人是不記得的 天上也是這樣 你升到天上 剛升天上的時候 你是記得你怎麼來的 然後你是因為什麼來 然後來到什麼地方 然後因為想了 想了久了就忘記了 那個宿命那個就忘記了 好 那就這樣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胡而二上升天上 那麼又後來做人 那做人也不一定 做難的做你的 有錢的沒錢的 那麼胡而二下坐第一 放生二滾 有時候到第一去 到第一去就很久了 第一要分 我們先來講 這個叫做六道 那一般來講 一般都說五道 那麼想細一點講六道 多一個阿修羅 那天人阿修羅 地獄惡鬼畜生 結果這是人的六大類 就是眾生的六大類 那麼這六大類裡面 那麼都是依福報來分 有分上 中 下 一般都是三倍 九倍 我們只知道極樂世界 有三倍 九倍 其實這個世間都有三倍 九倍 那麼六道眾生都有 包括地獄都有 那麼地獄也有小地獄 也有大地獄 八寒八六大地獄 五間地獄 非常多 還有小地獄 還有這種中間的地獄 就是說 一般來講大地獄受完苦之後 還會到猶真地獄 猶真地獄受完苦之後 好像是小地獄 所以他也有分 那這個鬼也有分 鬼王 鬼王福報就比較大 人 動物也有分 像猴子 猴子也有猴王 就算說蜜蜂也有猴王 那麼這種都有 都跟你的福報有關係 那人也是這樣 那就算做乞丐 也有乞丐頭子 就是帶幫又幫助 他基本上還是有分 那這個都是因你的福報 基本上是因牧師慈戒來分 如果你有慈戒 就是在這麼多沒有慈戒的人裡面 你還多少持一點戒 那如果你做促身 你就可能做促身的頭 基本上是這樣 那在這麼多做善事的人裡面 你是最沒有慈戒的 那麼你可能就是做人裡面 你是最微小的 那我們說過做人 就是現在我們的人 那基本上有幾種情況 一種就是從上面下來的 就從天上下來的 人間墮落的 那麼這個是 講好一點點就是神仙效法 講難聽一點就是墮落天使 可是到底是一樣的 那這個 還有一種就是 人死而再來做人的 那人死而再來做人還有一種 那人有四大洲 就從他方國土 他方的國土來的 但不一定是佛國土 那麼死而來做人 比如說從玉如洲來的 從東盛神洲來的 那很難說 他方的世界的人再來做人 那一種是三個道上來的 三個道上來的 就是從促身道上來的 從鬼道上來的 那地獄就很難 地獄很難直接做人 第一 如果你是到大地獄 你要先經過猶真地獄 可能還要做小地獄 小地獄之後還有余報 余報要做畜生 做鬼 然後之後才能做人 一般是這樣 那地獄就比較少 地獄很少直接做人 那這個就是六道 六道就這樣轉 這樣轉 這樣轉 所以生起 生起還要沉默 沉默又會浮起 就是你到地獄也不會一直在地獄 你在鬼道也不會一直到鬼道 不會 你做人也不會一直做人 轉來轉去 始終轉不出去 沒有辦法轉出去 這個就叫做輪迴 輪迴 就輪轉 一直一直 一直一直轉來轉去 這樣的流轉苦涵 只要你沒有出三界 你就一定會有這些苦 即使到了無色界在地獄裡面 八萬大姐都在地獄裡面 時間到了一樣掉落 掉落一樣還要怎麼樣 一樣在輪迴 這個叫寫苦 因為無常 他一樣有苦 所以他這裡講到 這樣的流轉苦海投出投沒 還有比這個更可悲可痛的嗎 就是一般人不會想到這邊來 一般人只想到現在的苦 驗證會愛別禮求不得老恩病死 這一些 人類無若在大海中 隨波逐流 事故茫茫 還知道求救求乎 那麼眾生浮沉生死苦海 怎麼不求救求物 尋求解脫自在 超登與暗呢 想到這裡 求歸依救護的心情 遊覽而生 自然會肯切到迫切起來 就是會誠懇到迫切起來 就是假設你真的認為 你有那種感覺 到這個世間來 承受這麼多多苦 未來還要繼續承受這個苦 那這個苦沒完沒了 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呢 所以假設你真的感覺到這樣的一種心情 那麼你就會求什麼 求到我要脫離這種苦 然而何處是真規一處 那問題來了 我要找到離苦的 可是我要去哪裡找 我要找誰 然後誰是可以帶我離苦的 所以是真規一處 可以依此的 何處是可四戶處呢 就一戶 還總不能亂抓草樹扶殼為救生權 因為那個不是 那個抓了一下自己掉下去了 所以那接著來看 這個是先起一個頭 這個是這個季的第一個 歸金三寶季 要先有問題意識 你先總要有一個問題 你要有這個生存的問題 你要有解決問題的這個意思 你才會去尋找答案 如果你都沒有解決問題的意思 怎麼可能去尋找答案呢 然後接著接下來看 那麼他基本上要有無常的觀念 那這個是非常有名的無常劑 一般是四個劑 然後導師再把它加上 加上兩個就不能六個 就國家社會 那我們來看 積聚皆消善 崇高必墮落 何謂要當你 有生無不死 國家治環亂 氣界成互滾 世間諸可樂 無事可依互 那麼這個是非常有名的無常劑 那無常劑如果一 我們把不同的無常劑列出來看 那麼這個差不多差不多啦 那無常劑是怎麼來的呢 一般的說法是 這個我們先把無常劑寫啦 就是說有一天波斯密王 波斯密王是這個 這個喬薩羅國的國王 當時印度有 佛陀斯大好像有十六大國 就很多很多國家 那麼力量最強的就兩個 一個是摩歇羅國的品摩索羅王 一個是喬薩羅國的波斯密王 品摩索羅王的王后就是韋提西 那喬薩羅國的王后是莫利夫人 那這兩個是當時最大的 那波斯密王有一天 他九十歲的媽媽往生 波斯密王很孝順 非常的傷心 那哭著去找佛 就是他很不捨 他的媽媽他很孝順 波斯密王然後九十歲 不到九十歲往生已經很高手了 可是他還是很不捨 就非常傷心 這個是這個悲不能至於就去找佛 佛就跟他講了這個無常記 好 那導師這個是根據這個無常記 然後再用 那我們來看 基本上出藥經 出藥經裡面記載的 好 他這個無常記 藏者皆記 他是用四個句的 四個字的 高則一度 合繪有禮 合繪有禮 生者有死 就這四個 那 據佛經裡面 如果是我們用大比佛沙論來講 他是 大比佛沙論他是這麼記載 才記後必記 他是才記後必記 大比佛沙論 他也記載這個無常記 不過是一個翻譯的問題 但是你用四記的 第五記的五個字的六個字的去都一樣 導師這個也是五個字的 大比佛沙論 翻譯的問題不太一樣而已 你看要怎麼翻而已 他說我們做參考 他說財積後必記 位高後必退 清河後必 受住後必死 然後 他講到這四種情況 導師後面再加兩個 國家跟社會 國家自環亂器界成物 這個世界 國家世界 好 那麼這個是非常有名的無常記 那在很多經典都可以看得到 導師是用機器接交上 那從高必落落 何會要當你的生物不死 那有的經典是寫 何會終別離 有命賢歸死 好 不管 他的因緣是因為波斯密王 那這個母親死掉 然後佛統為他說這個無常記憶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初藥經裡面講的是 有一個母親 他只有一個兒子 那個母親先生也往生了 他只有一個兒子 那這個兒子死掉了 那這個母親非常的傷心 傷心到快發狂了 就大街上亂走亂走 有人就跟他講 說這初藥經的時候 有佛 那麼能夠說法 除去人家的優惱 你可以去找他 他就趕快去找佛 佛就為他講了這個無常記 也跟他講無常記 大概是這麼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一般是四個 導師這裡還要用國家跟世界來講 他的變化 無常意思就是變化 那麼 這一個像現在最 就是科學開始在探討 最近這一段開始 就是量子學說 那麼跟佛法的所謂的無常無我 其實可以對照看 就現在比較慢慢在探討的這個量子學說 那麼跟佛法的無常無我 就是可以用這樣來解釋 稍微可以對照看 好 那我們來看 先講到無常 那無常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有的不知道求歸一 有的求歸一而誤信邪思外道 那這基本上兩種 一種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輪迴 根本就不知道人是在受苦 那第二個就是你知道了 你知道人在受苦 可是你不想 你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找誰可以幫你離苦 不知道 所以那有些是知道了 可是找錯了 這個就很多了 佛陀時代要解脫的可多了 要升天的也很多 可是用錯方法 所以釋迦摩尼佛 基本上在印度最大的貢獻 他基本上釐清了很多錯誤的觀念 有的人要升天 有的人要升天 那升天是怎麼做 拿著牛奶 拿著水果 然後供養這個天神 然後禮拜天神 然後祈求天神 然後希望天神可以赦免他的罪 然後釋給他福報 然後讓他離苦得樂 一般宗教都這樣 道教也是這樣 佛教不這樣 他告訴你 佛陀告訴你 真正離苦的方法 就是你不可以 你要持戒 然後要布施 要利益眾生 你就能夠離苦 像我剛剛講 這個現在的佛教界 經過大概就是 宋元明清 明朝清朝以來 大家習慣 佛法講苦其滅道 痛苦問題一定有根源 可是你不去找這個根源 或是你找到的根源是錯的 一定有解決的方法 可是你解決方法也是錯的 苦其滅道就是問題大家都有 國家有國家的問題 社會有社會的問題 家庭有家庭的問題 個人有個人的問題 誰沒有問題 不可能沒有問題 都有問題 有錢人有錢人的問題 窮人有窮人的問題 有讀書有讀書的問題 沒讀書有沒讀書的問題 有小孩有小孩的問題 沒小孩有沒小孩的問題 都有啊 沒有就沒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 如果有問題要怎麼面對 要怎麼解決 因為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那講到最後生死的問題 輪迴的問題 很多人其實也不知道 就盲起我俠練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佛教界 基本上所有的問題 根源都推給誰 推給冤心載祖 不是冤心載祖造成的 祖先造成的 那些輪迴的祖造成的 那一些鬼道眾生造成的 所以解決的方法就是什麼 超度他們 打他們送走 就變成這樣 要誰來解決 諸佛菩薩 怎麼解決 那諸佛菩薩不能平白幫你解決啊 送信給他們 念佛給他們 買蘋果供給他們 那現在病情是這個樣子 其實不是 佛法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 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焉天在等 所有解決的方法 都歸結到佛菩薩 佛法不是這麼講 所有的問題都跟你的心 跟你的業有關係 解決的根本都跟你怎麼做 怎麼想有關係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體驗到這一點 你自己不會做 你都是外包 委託 我今天送三十佛星鋼金 然後世間農曆我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我今天送一百佛地藏金 由地藏菩薩幫我出院解決這個問題 都是這樣子 我今天供養十萬塊給這個道場 讓這個道場和出家人幫我解決我的問題 他們去送金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不是 佛法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有的問題根源一定跟你有關係 解決問題的人也一定要是你 那你說那這樣我們要佛菩薩做什麼 佛菩薩可以給你正確的方向 正確的方法解決你的問題 你沒有佛菩薩你不知道方法正確是什麼 就好像你有病你去看醫生 病一定跟你的行為作息心態有關係 跟你的體質有關係 解決病吃藥的人也一定要是你 那我還要看醫生幹什麼 醫生可以告訴你你要怎麼治病 給你藥方 吃藥的人一定是你 你不能說這個藥那麼難吃 醫生我再多給你兩倍的錢 包括吃藥 吃也不會好啊 可是我們現在解決的問題 都是這樣子啊你看 都是這樣子 所有的問題都是送金 念佛 慈奏 敗燦就解決了 不是啊 每一個問題形成的不一樣 所有的並不是一味藥 那這個你一定要知道 好 那我來看 所以有的人雖然他也去找解決的方法 可是誤信邪實外道 錯誤了 信錯了 信錯了你就永遠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沒有辦法 所以為什麼不求歸使心眼而迷藻信事的事情 以為極有意義充滿不論 你為什麼不學佛 學佛做什麼 學佛第一個是老人的事 第二個是想死的人的事 第三個是痛苦的人的事 我都沒有痛苦 我幹嘛學佛 我現在那麼快 我學佛做什麼 學佛好像是第一個 老人的事 沒有事可做的才去學佛嘛 對不對 第二個是病人的事 病人是不好的嘛 所以就要找佛補長 快死的人的事 好像是這樣子 其實不是 人生充滿著痛苦 就算你現在沒有痛苦 只是你沒有發覺還沒來而已 他就告訴你 痛苦從哪裡啊 因為無常 無常故苦 什麼無常呢 這四個 然後老師再講兩個 國家跟世界 那就變成六個 好 所以你執著了現在的事情 以為非常的好 非常的殊勝 所以你就忽略了 忽略了這些將來到的恐龍 爸爸今天舉了一個批運 那一群小孩子在這邊玩玩具 可是前面他的房子很大 房子很大 好幾件 那外面已經起火了 外面已經起火了 應該說裡面已經起火了 他在外面這裡 那要慢慢他要燒出來 那這個長者知道 他看到知道 起火了趕快帶這隻小孩出去 這隻小孩不出去 還在那邊玩玩具 一直玩 那這個長者沒辦法就告訴他們 我外面有很大的玩具 他才帶出去 那這隻小孩就知道 因為他第一個他看不到火 他看不到火 他只顧玩他的玩具 那所以這個無常逼迫來了 苦要來了 他不知道 等到苦來的時候 他已經來不及逃了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等到四道零頭 從金色夢中醒來 悲哀失望再也來不及 迷戀的事情很多 那麼主要有六種 這六種 財富的積聚 那麼這個是最多人 最多人去累積的 不斷不斷的累積財富 可是財富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身體開始不好 命快沒有 又用了很多財富去買這個命 往前都是這樣 那麼就算你財富累積到非常多 你終究還是要死 那最有錢的 台灣王永信過去的 王永信死了 有些很多財長 那現在必有錢的是多台女 那這個群世界最有錢的 不知道是誰 但是像比爾蓋茨那個很有錢 賈伯斯非常有錢 中國教育也非常有錢 不管你多有錢 你終究會死 那你死的時候 你的錢絕對帶不走 以前情死還最有錢 你沒有 現在也沒有 他現在在哪裡去 不知道 那麼也許你過去生 也曾經做過大國王 也非常有錢 那麼這 他不是你離他而去 就是他離你而去 佛法講財是五家共有 就是他後面會講 就是說他一定會要離你而去 要不然就是你離他而去 一定是這樣子的 問題是 有的人就會講 那我們一生就是這樣子 那本來就是應該的 可是 因為他沒有體會到生死生死生死 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有時候有錢 有時候沒有錢 就算有錢也是短暫的 人世間這種有錢算什麼 天上那個有錢才真有錢 享受才是真享受 可是天上一千年兩千年還是要顧 還是沒有 那就這樣 就好像 這有一點好像是什麼 我們這個人世間的有錢給你五十年都很有錢 從出生到死一百年都很有錢 出生為阿拉伯王子到死的技巧寶貴到死都很有錢 頂多一百年 但有一點像我們去做營銷衛車快樂一天而已 回來又要開始工作 又要辛苦 賣命工作 類似像這樣 那開始又輪迴 所以 如果你只是在積聚財物 他說有些人以為經濟第一 有了錢什麼也行得通 甚至說有錢人死鬼退沒 不知無論富到什麼程度 財富終歸要消解善失 不要以為這是他們不會經營過分浪費 財富是個人所不能自主的 所與佛說 五家共有 五家所共有 佛陀當時實在是認為 你所累積的財富 基本上並不是你所留的 沒有 不一定 那是大火 大水 盜賊 惡王 還有不孝子 那基本上 我們真的要講不是這五家而已 那只是天災 人禍 大概就這一些 還要勃王 惡王徵收 馬上就沒有了 財富轉眼就完了 積聚財富不但為了經營與保存 引起種種優惡 有時財富更成為苦難的直接原因 因為你有錢 所以就成為人家傷害的對象 寄餘的對象 所謂君子無罪 懷必其罪 這就是這種道理 他本來是沒有罪的 可是你的罪就是因為你身上有一顆月明珠 有一個寶物 大家都想到你那個寶物 他就要傷害你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財富成為苦難的直接原因 明末 明朝末年 禮闖 那麼陸北京 對一般富有的大臣窄官 用夾棍以腦窟來追守青年 經營是晚了 腿也斷了 腦骨也破了 有的連命也丟了 這個就是盜賊二王的使用 那這個在歷史上非常的多 文革的時代 鬥地主 誰最有錢 誰最有誰 誰就被鬥 異亞體 這個農工階級的 就鬥那個資產家 所以叫鬥地主 到現在他們才在玩那個鬥地主的遊戲 那麼財富本身多優多苦而無法保存 還能說有錢就有辦法 所以並不是有錢就有辦法 但也不是叫你不要賺錢 不要臉欺財物 不是 而不是 而是告訴你 你不能只靠財富 我認識一個居士 他的兒女很多都是醫生 他的兒女很珍惜 有做醫生的 有做法官的 有做律師的 他的媳婦有做法官 他的兒子做醫生 做律師的 非常多 家裡很有錢 他的股票 基金 債券 加起來至少有十億 可是年紀大了 大概八十幾歲 年紀大了 然後小中風 不能夠 所以要靠兒子 女兒 那有一陣子命危差點要往生 可是因為他中風嘛 躺在那裡 他要吃什麼東西一定到人家 但是他不能出去買啊 年紀大了 又中風啊 然後要做什麼都沒辦法 都要靠兒子 他雖然有錢 但是大家要的都是他的錢 然後他很冷 然後想要穿一件厚的衣服 沒有人跟他買 為什麼 那你就要死了 你再多買衣服 也是浪費啊 就要燒掉 因為你穿過了以後人家就敢穿啊 你沒有人跟他買啊 很可憐啊 你看 你有十億的現金 很冷啊 沒有辦法多一件外套 這種很多啊 這種非常的多 因為你是有錢 可是你不能用啊 你用不到啊 沒辦法用啊 你的錢還是要靠別人來幫你的用啊 他不買給你 你沒有辦法就沒辦法了 你就是沒辦法了 所以你這些 你這一些 沒有辦法保障你呢 沒有辦法 那國王 讓我有錢 那不要講什麼了 講波斯利王就好了 波斯利王在喬薩羅果 甚至連加比羅衛果都是喬薩羅果 都是依附喬薩羅果的 釋迦摩尼佛的這個 這個加比羅衛果 就是那個禁放王 禁放王是依靠 就是依靠這個喬薩羅果的 就有一點像以前越南依靠中國一樣 那有事把中國天上出席 保護他 是他的保護國一樣 那加比羅衛果是依靠喬薩羅果 波斯利王多有多有力量啊 可是後來他的兒子也是不孝子啊 趁他出去的時候篡國王位 那就是攻打喬薩羅果的那一個 他是他跟莫利夫人生的那個兒子 那就是流利王 那流利王侵葬王位之後 這個喬薩羅果的國王就怎麼樣 那逃難 逃到加比羅衛國去 那這個另外一個摩西托國的國王 賢薩羅果 他也有個不孝子 他那麼有錢 那麼有事 所有的都是他的 他說阿者是王 阿者是王 那也是篡頭王位 把他關起來 連吃都不給他吃 要把他餓死 你看 連一口飯 到最後連一口飯都沒有 那以前阿裕王 阿裕王 印度的大國王很厲害 到了老的時候 因為他的兒子寄成了 然後要拿一個蘋果 不是蘋果 一個芒果要供養 人家都不給他 因為他供養太多了 人家覺得太浪費了 所以錢都不給他拿 所以他想要供養 你沒辦法供養 年紀大了 沒辦法供養 那他是很有財富的阿 可是到最後都做不了主 老了就做不了主 不要說死啦 死當然做不了主 等到你老的時候 即使錢還是你的名項 你都做不了主 很多是這樣子 所以真正能夠讓你做得了主 就是你的福報 你有福報 你就有辦法 你就是沒有兒女 就有人來孝順你 你沒有福報 你就是有兒女 大家都討 除非你有很多錢 錢福完了還是不理你 很多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跟你的福報有關係 那你不能夠只是累積這個錢 賈伯斯死的時候 留下好幾億的美金 沒有用 吃不了他的病 買不了他的命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賈伯斯沒有像比爾蓋斯一樣 比爾蓋斯盡量的布施 盡量的布施 那之前不是什麼蘇聯太空人 蘇聯要發展那個太空旅遊嗎 做太空船去旅遊 一次不到幾十萬美金 比爾蓋斯說他不做這種事 他還把這些錢拿來幫助窮人 然後幫助那些非洲的 暗示病的 窮的 下去研究那種病 治療那種病 你看 不一樣 一樣有錢 但不一樣的想法 比爾蓋斯一直相對人家說 有可能升天作天王 那你那麼多錢存了也是別人的 沒有 不是你的 累積 要積得 不是積財 積得啦 積得你才是真正擁有 你現在積得你未來升天幾千年 然後可以依這個而得解脫 向上 向上 向左 如果你只是積財 積到你死 那個就不是你的 如果你積得得 你到哪裡 你是帶著你的得業 你的善業 到哪裡 走到哪裡 你的福報是跟著你的 可是你的錢只跟到你死 跟到 甚至只跟到你老而已 那個時候你就動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這種東西 第二個 崇高的權位 財富基本上是從布施中來的 這個名貴權位從慈戒中來的 慈戒就比較高貴 慈戒得貴 布施得富 就是富貴 富貴就是布施慈戒中來的 那麼既富且貴就表示 你又有布施又有慈戒 貴而不貴 就是你有慈戒但有布施 富而不貴 你布施那不慈戒 富到什麼程度 看你布施到什麼程度 心量大到什麼程度 貴到什麼程度 看你慈戒嚴謹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自然而然的東西 這個不是求來的 不是念經念來的 不是念佛念來的 不是 而是你修行修來的 好 那麼他說 在位的時候刺詐風也得心應手 大有一切有我的期待 然而從高必然多肉 不管你做到多高的惡者 那麼也必然都會往下掉 就算最好到你死的時候也沒有了 皇帝裡面 皇帝倒不一定短面 如果中國的皇帝 外國的年紀算過 最長命的大概就是乾隆 那麼這是十全老人 他很多地方都很大 那大部分都是真羅 而且在做皇帝 做高位的時候 基本上都要先造很重的惡怨 隨陽帝殺了父親 殺了兄弟才做皇帝 然後五折天 那個就更狠了 把皇后殺死 然後把自己的女兒殺死 然後做了皇帝之後又殺了多少人 然後後來還好他學火 他還沒做皇帝之前 幹盡一切壞事 可是做皇后之後 做皇帝之後 五折天之後 他開始做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惡有惡報 善有三報 善業也不能以過惡業 你不能說我之前吃了很多有害身體的 有賭的東西 我現在吃營養的把那個賭化掉 營養是營養 毒歸毒 同時存在 只是說你營養多的時候 那個賭比較不會發作 這樣而已 有一天時間 身體弱了 一樣要做 但並不是說你做好事 就可以消掉善 餓失 也沒有 沒有 那崇高的 我們看 他說 建議一些說 這個老師 建議一些到現在也過很久了 這個是大概 陳某知道 是大概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說的 我看這幾年之後 對 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四十幾年就有了 四十幾年出版的 四十幾年的時候說的 就是一百多年了 然後過五六十年了 他說這個 近一點的說 穆尼黑時代的希特勒 德國最有名的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屠殺 六百萬猶太人 希特勒發掘的地域就是穆尼黑啤酒館 從剛才開始起立了 所以希特勒的總部就在穆尼黑 他說那還了得 就是他是在那裡發揮的 就是他在那邊地位非常崇高 可是等到了柏林施限前夕 也就一崇莫戰 只有一石要射 那麼這個是歷史上是這樣子 就是跟蘇聯的紅軍打仗 後來蘇聯 那個時候不是蘇聯 那個時候叫蘇聯 那攻到柏林去的時候 希特勒前幾天才跟他的女朋友結婚 可是已經被攻陷了 沒辦法 他們兩個都自殺 所以到了蘇聯攻進柏林的時候 那麼就希特勒也沒辦法 只有一石要射 跟他的新婚妻子都刺傷 然後還為了避免屍體被找到 那麼夫婦他的下屬在他死後 用火把他燒掉 因為人家認出來 後來還是把他編屍幹嘛 所以還把他燒掉 後來還是被認出來 這個是 講的是希特勒 希特勒年輕的時候就很狠 那個時候他要革命 為了籌集這個革命基金 他去搶銀行 你看 因為他沒有錢啊 沒有錢 革命要錢 沒有錢怎麼辦 去搶國家銀行 所以他因為他搶錢 然後被他們的政黨開除 所以他自己再起來 然後綁架 反正他就是 他為了投錢不得手段 你看他年輕的時候就很狠 史達隱 就是蘇聯的 德國跟蘇俄 主宰蘇聯近三十年 一切榮耀歸於史達林 不是 就是搶銀行的那個是史達林 不是希特勒 要革命 搶銀行的是史達林 我想錯了 不是希特勒 那麼一切榮耀歸於史達林 可是屍骨未寒 就被他的黨獨清算 那麼後來史達林之後就是 蘇俄就是那個賀爾學部 紀任 史達林也很狠 非常狠 那麼 美國跟蘇俄會冷戰 都是因為史達林 就當時冷戰 核子戰爭 都會冷戰 很危險 隨時可能爆發核子戰爭 因為史達林的關係 那麼中國 越南 就是那時候南越北越 中國都淪陷成為所謂的共產黨 那麼韓國 北韓 就開始形成共產主義 跟資本主義兩大陣 基本上都是因為史達林的關係 但是他在死的時候 就開始被清算 紀任的是赫魯學夫 在佛教傳記中 這個是就現在發生的事 他說在佛教的傳記中 鼎生王統一四大洲 上身包立天 與地勢共同治理天空 但莫了墮落人間 不免憂愁而死 這個是一個故事 他說這個鼎生王 鼎生王原來只是南沿浮堤州的國王而已 那後來他想說 他剛剛做南沿浮堤的國王不過癮 他就去征服東盛神州 又做東盛神州的國王 然後又去征服西紐二州 然後又去征服北巨盧州 那這樣全天下四大洲都被他征服了 他想我做四大洲的國王 他還不覺得過癮 他想說我要去做天王 就去跟刀立天打仗 然後這個去刀立天的時候 刀立天就給他一半了 就是跟他共同治理天空 因為他福報大 然後給他共同治理天空 然後他本來 本來他是刀立天的時候 刀立天主看他福報那麼大 你讓他 讓他共同治理天空 可是他不滿意 他要獨霸 就是他自己要做國王 所以他想要殺死這個刀立天主 心裡面起了惡念 他要獨霸稱王就是了 他不願意跟刀立天主分 所以他起這個惡心的時候 馬上墮落 墮落到人間來 南岩浮體 而且不久就生病 不久就生病 就快死了 後來就後悔 他的大臣就來跟他講 偶往 要往生了 那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們講 他說有 你要告訴大家 這個隱身王做偶往不滿足 然後一生都不知足 到最後弄得什麼都沒有 現在要死了 要往生了 什麼都沒有 就是他是死於不知足 這個是佛教裡面的一個故事 那麼他說 人類那位自稱天地之主 人類之父的天地 也還不免墮落 於胎馬戶去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不過這個導師有一點點把它插在一起 那麼自稱為人類之父的天地 那個是犯天 犯天才自稱為人類之父 就是他是創造世界的 那麼人是他創造的 好像基督教的神經一樣 人是他創造的 他是世界之父 他是天主 那 那 刀立天主沒有自稱人類之父 那個是指犯天的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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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他這個是講 墮落驢胎馬戶 是講刀立天主 不是講犯天 那 這個有兩個故事 不是兩個故事 這是有兩種傳說 那麼一真一阿涵是說 真一阿涵經 阿涵經裡面 真一阿涵經裡面 他是說 這個33天的天子 因為 刀立天主33天 那麼 那麼 刀立天主 世紀還雲總管33天 其他有32天 他是這樣 刀立天 天主是世紀還雲 那 東西南北各八天 這個是天王 這八天裡面有八個天子 也有天王 小天王就是 我們叫天子 有八個 這各有八個 那他是整個刀立天的天王 那包括他這個 所以加起來是33天 那他是說 其中有一個天子 其中有一個天子 然後 快死了 因為天人 天人要死之前 有股衰象限 有五種象徵 我們人要死 都是老 病 然後呼吸 怎麼樣 那天人不是 天人不會老 他會衰 衰就是變了 比如說頭上有花 天人頭上有花 這個花枯萎了 他們的花不用水 不用什麼 他不會枯萎 可是當這個天人快死了 寿命要靜的時候 福報沒有 他的花就會枯萎 然後他身上 身上流汗沒有臭味 可是當這個天人身上流汗 有臭味 這個天人就快死了 他有五種象徵 那身上不會有污垢 可是身上開始有污垢了 而這個天人快死了 那這個是天人的 要死的象徵 那他是說這個天子 他有這個象徵 他就知道自己要死 而且他有些天流 福報大了 他就有 就是有宿命通 各有天命通 那天也可以知道未來的事 宿命可以知道過去的事 那這個天子 他知道自己死了之後 會成為一隻豬 從天上直接去做出生 那他就很憂心 很害怕 然後他就去找這個 然後他就去歸一佛頭 之後他本來要堕入豬胎了 後來就沒有堕入了 這是一個 這是真亚含經講的 另外一本經叫法聚畢律經 他講的不太一樣 但是也是這樣 他講的是說這個刀立天的天主 他就是自己懷疑 他要堕入 他要死了 有五三象限 他要死 要死之前 他看見自己 死了之後會做魚子 會生到印度的某一個家庭 做那個淘氣 印度很多做那個淘氣裝飾 會生到那邊做魚子 他就很害怕 然後就開始自行的念 南蒙佛 他拜下去 歸一佛 然後南蒙佛拜下去的時候 沒多久就死了 死了這個意思 就投胎到魚子那邊去 就魚子懷孕了 因為他歸一佛 南蒙佛拜下去的時候還沒起來 還沒起來就死了 死了就投胎到那邊去 這個魚子 有了這個神事就入了魚胎了 入了魚胎之後 因為他歸一 福報又增加了 人要死跟天人要死 天人要死就是福報禁 受命禁 人要死也是這樣 福報禁就是受命禁 如果你的受命還沒禁 福報禁也是要死 如果你的福報沒有禁 受命已經禁了也是要死 除非你的福報很大 福報很大就可以轉換成受命 另外一種就是說 你的這個 另外一種是說 你一般是福報大可以轉換成受命 如果你的福報消損得非常大 就是我們講缺德 缺德太多會折損受命 本來受命還沒禁 但是因為你的缺德缺太多太折損了 所以整個校長也會減受 會折受 基本上是這樣 那人這個世間 比如說一個人應該要活100歲 可是不一定 看你的造作不一定 有的人會多 有的人會傻 那是因為你有增加福報 沒增加福報 那如果說 你本來說命都100歲 可是你的福報又晚了 沒有了 那就要死 可是你在還沒用完之前 你又增加福報 那又繼續 又活下去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這個刀利天主 他歸薄之後 他那個心虔誠專尊 又福報又增加了 增加了之後 那個驢子忽然之間 驢子忽然之間耍皮青 就到處撞 撞了之後把那個 把那個很多陶器都撞壞掉了 這個主人一看 剛剛撞壞掉很生氣 他棍子就打驢子 一打 就打到驢子的肚子 那個驢胎就掉下來了 就流產了 他本來裡面懷的是刀利天主 他流產了之後 那隻驢子就死掉了 那個驢胎就死掉 死掉 他又回到去做刀利天主 但是這個故事 不曉得真實性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 但是就是有這樣的說法 那 他講這樣是講說 我們自心歸於佛的功德有多大 但是這裡是在講說 即使是你做刀利天主 你知道天人 你也有可能直接落處身道 是有可能的 那天人很多都是下來人間做人 天人很多都是下來人間做人 天人很多都是下來人間做人 那天人不會很少往上升 都是往下掉的 因為他在那邊沒休息 他那裡就不會休息 不太會休息 天上也有佛說法 也有聖者說法 也有菩薩說法 但他們很少休息 所以他們都是往下掉比較多 那掉大概就掉到人間來 那有些過去的夜 看你過去的夜 也會直接掉到出身道 也會掉到鬼道 所以講 他說崇高的地位實在是不足以後 不管你有 就算你做到天地 這天空 他也實踐到也要往下掉 我們先下課